50岁以上的夫妻生活需要记住四个步 第一,不要过分着急 你要知道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 一场愉悦的体验需要双方适应正确的节奏 追求心理上以及生理上的双重快乐 和风细雨,柔和缓慢才是享受的正确方式 第二,不强求不应该对伴侣或者是自己有过分的强求 在尊重对方意愿,尊重自身身体素质的条件的情况下进行 忽虐其中任何一点都会对生活质量产生影响的 第三,不故意勉强中断 在过程中,故意勉强中断会导致双方不尽性、不愉快等情况的发生 因此,男性你不应该强制故意在中断自己 而女性作为另外一方也应该尽量不对其产生影响 第四,很重要啊,这口里面不能有异味啊 你试想一下,良辰美景,当你们兴致勃勃的时候 一股异味扑鼻而来,那女人不掉头就跑啊 啊,你觉得我讲的对吧 所以呢,我建议男士们啊 一定要随身携带这一款口腔喷雾了 它也叫做接吻神迹,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那就这么小小一支,非常的方便携带 最重要的是呢,它这个味道啊 是让我们女人都非常喜欢的那种淡淡的果香味 在进行交流之前,你就拿出来喷一喷 这个味道特别上头 当你慢慢的靠近对方 它就已经闻到你嘴巴里面那股淡淡的香味了 你说哪个女人能够抵抗得了这种柔情的秘吻呢